一時的分道你還想選擇水瓶嗎? 那是過程嘛 那你不是對他成小的 過程但是一個渣男應該也不太好 那他真的會教你很多東西 Hello 我們是Chillab 我是阿英 我是阿貴 阿英我問你 你信不信星座呢? 我當然信星座 是岑海英 你覺得什麼星座的男生是最boyfriendable呢? 我覺得是魔蠍座的男生 雖然他是悶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會準備驚喜 應該是一個頗為不錯的男朋友 就是其他星座不會準備驚喜嗎? 其他星座會準備驚喜嗎? 我買的禮物全部都是劇 我都知道你是一個很奇怪的水瓶座 那不如我們去問問一些圖人 看看覺得什麼星座做男朋友是最好的 好,Let's go 最不想跟哪一個星座的男生在一起 為什麼? 天蠍 金牛的男生 雙魚 處女座 處女 水瓶 水瓶座 也是水瓶座 因為我是白羊的 然後就說白羊跟天蠍不太合 因為我本身是金牛座 本身是自己英門的 但是這麼悶的人一起就 我都很麻煩的 處女比較 很挑剔別人 很挑剔 但是對自己沒什麼挑剔 那個潔癖會覺得很辛苦 我真的很不喜歡堅持要整齊的男生 所以我覺得跟這些這麼強迫的男生拍拖 會很辛苦 因為水瓶的男生有點難搞 她的情緒很難捉摸 她的情緒很難捉摸 很難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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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會多酬善感 還有 是很難捉摸 我覺得很難捉摸 經常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想 這裡有一個水瓶座 你認同嗎? 我認同 你有沒有試過跟這個星座的男生在一起 當中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呢? 有 不試過怎麼知道難搞呢? 簡直是 我不想想他的經歷 你就知道有多難搞 最深刻的一次經歷是怎樣的? 丟掉我的衣服出門口 丟掉我所有東西出門口 真的 對 吵架 但還要自己錯的 不是我錯的 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 有啊 我有一個X是這樣 然後我就是覺得 好像有點悶 我想問是發生什麼事 你覺得很悶嗎? 我覺得一起之前又不是真的那麼悶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起來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最多了 就開始覺得 好像沒有一起之前那種感覺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水瓶座的人 就算家人也有幾個 其實我就不太理解到他那個點 曾經有過 但是跟他相處我之後 你不會想跟他 你很難捉我 他什麼時候是理性 什麼時候是感性 我也很難捉我 自己對他什麼時候是理性 什麼時候是感性 就是身邊有些B性朋友 知道他星座之後 發現他們真的那麼難 我告訴你 你是不是風象星座 是啊 你又知道的 因為風象星座 不是很喜歡水象的星座 我自己是天蠍座 我自己是天蠍座 我都會想試一下 跟一個跟自己一樣星座的人 相同星座的人 會覺得自己被錢之間 有種吸引力 比較像 可能是 處女座 因為我覺得他是比較整齊 雖然他可能有些響逼症 但我覺得我可以接受到 他這種狀態 天蠍座 知道自己是需要私人空間 真的會諒解你 不會那麼強迫你 好像天蠍座 雙魚 因為現在男朋友是雙魚 有時候都挺浪漫的 都會想將來 很多事情都會想 將你想在裡面 有什麼浪漫的例子 會買我喜歡吃的東西給我 不經也是小細節 小細節才突顯到 比較體貼一點 女生都會想男朋友 對自己會細心一點 和多點關心 很多時候都會在你的角度想 老公和男朋友 你分別會選哪一個星座呢 這個問題有點難答 男朋友是一時的歡樂 水平 一時的歡樂 一時的歡樂 你反而想選水平 那是過程 那你不是對他成小的 過程 但是一個渣男 應該也不太好 那他是不是會教死你很多東西 哦 那後座 我覺得我現在 跟陸前這個男朋友 已經相處得很好 也有見過家長 可能一輩子就會和他一起 巨蟹? 因為股家 獅子都OK 因為我爸爸是獅子 有些位置是暗地裡 挺細心的 無論老公和男朋友 我會覺得是相處到 我們大家是喜歡大家 那我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我沒有一個特別的星座 是適合做這個 老公的狀態 暫時這個階段 我覺得星座是參考 好像你的理想型 很多時候都不會 一樣 在這個年代 不想面對網絡安全隱患 可以怎樣做呢? 答案就是 VPM 今天就和大家推介 Surfshark VPN VPM 即是虛擬私人網絡 可以令你以安全而私密的方式上網 透過VPN 你網上的資料都會加密 Email、密碼、信用卡、資料等等 都沒那麼容易外洩 而你的IP都可以隱藏 沒那麼容易被人發現 還有有VPN就可以無限播劇了 只要透過VPN連接境外的Netflix 就可以看到這出、這出、或者是這出 Surfshark VPN的CP值比一般的VPN高 一個帳號可以連接無限兩個裝置 即是一個價錢 就可以保護你自己和你身邊的人了 現在只要輸入Promotion Code Chill Up 就可以有一七折優惠 還另外送多三個月給你 一個月不用二十元 而且Surfshark VPN 還有三十日的退款保值 不合心水的話還可以馬上退款 有氣趣的朋友 記得在下面info box的link登記 你覺得什麼星座的女生做女朋友是最適合的? 射手蠻好的 因為我覺得射手蠻開朗、熱情 會比較陽光一點 做朋友就很多靜能量 雙魚 我應該會選雙魚 雙魚會什麼都說出來 性格一點 比較敏感 我還是選天秤了 我覺得nice 即是很friendly 但天秤會比較表面 蛤? 蛤? 即是說很假 我自己的月亮也是天秤的 女生的話是水平 女生一向都變馬摩測 情緒一向都很難估計 所以這些缺點不會彰顯到 跟星座有關 馬摩測可能懶觸摸一點 好像會吸引一點 對 白羊 因為我自己 我覺得我很幽默 很nice 的 好像自信地說出這一句 好難說 只提一個星座是很難判斷的 其實如果是自己的話 一定會覺得自己的星座是最好的 現在說自己的星座 對 真的會覺得自己的星座好像好一點 我覺得自己是最好的 因為你最了解自己的優點 我就會覺得我做清潔座的女生做女朋友 應該是挺幸福的 應該會選自己的星座 不會 因為會覺得很麻煩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 性格是怎樣 然後就不會想推人落火坑 那你又覺得 什麼星座的女生做女朋友是最差的呢? 雙子座 因為 老味很濃 魔蠍座 魔蠍座 因為她會很跳脫 還有很有自己的一種想法 我真的覺得她們會想得比較多 魔蠍座的人會比較悲觀一點 因為她們很現實主義 還有自己想到一邊 都是一個麻煩的星座 處女 都是很麻煩的 我覺得女生處女的話 我認識的處女座的女生 都是不太喜歡的 天蠍座 佔有肉 好記仇 那些 比較鮮明的性格 獅子座 其實我想說獅子座 不敢說 不敢說 天蠍座的人本身很強勢 如果要加上獅子 應該就很大件事 對於我來說 好像有點霸道 很難去駕馭 獅子座的女人應該很難搞 因為她會有這個報復的心 但你不知道她生氣的時候 她可能報復了你 但你可能也不知道她報復了你 水瓶座可能也是這樣 水瓶座也會 我到時 水瓶座的男和女都很大分別 我好像做錯人 你覺得水瓶男和水瓶女的分別是怎樣 有些性格在水瓶男身上的東西 未必套到水瓶女身上 水瓶男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存在 水瓶女 以我所知 會為了愛人去付出一切 很願意付出 只要她去愛 我發覺原來大家對於星座和男女朋友的關係 都挺有自己的見解 而且他們好像在一起之後 就會研究對方的星座 嗯 而且會幫朋友研究朋友的男女朋友的星座 觀眾如果對於這條片有什麼看法呢 對於哪一個星座的男生女生 最boyfriend 或girlfriend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按訂閱旁邊的鐘鐘 下次出新片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了 好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吧